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整体变化都在0.1%左右 欧洲方面呢 则出现了轻微的上涨 涨幅大约是在0.5% 美股也同样大约有0.2%的涨幅 那除了股市以外呢 黄金价格目前继续维持在1330附近 而油价呢 则重新回到了48块钱美元以上 那在今天热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来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这个新苹果手机的上市 以及呢 澳洲股质的可能啊 带来的春天 我们知道这个苹果呢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啊 美国 澳洲时间是今天凌晨 美国时间是昨天晚上发布了最新系列的手机啊 苹果8以及呢 苹果X系列 说实话呢 我简单看了一下这个简介啊 这个8和7相比啊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除了这个性能更强劲 电池稍微久一点以外 加上一个无线充电 在外观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啊 就是后面呢 原来是有铁的 现在换成了一个镜子啊 这个玻璃的 但是在这次发布会上呢 苹果发布了一个重磅型的手机 就是X系列 那无疑呢 就是这次发布会的主角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 今天一定是朋友圈被刷爆了 肯定都是呢 发布关于这个X系列的报道 那么我觉得这次苹果发布的X系列手机比去年发布的7要更有诚意 那么相对来说 它将会吸引更多的买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它的预定量以及包括媒体关注度 也是远远超过了三星和其他品牌 所以说 如果它的产能能够上得去的话 毫无疑问 我觉得这个X系列将会对苹果公司产生巨大的盈利 转化在金融市场上 毫无疑问的就是苹果股市 苹果股票将会在未来的6到12个月之内继续保持上涨 那么这个X系列出来之后呢 昨天分析师也纷纷预测 苹果公司将会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公司 也就是说 苹果的股价有可能会冲上200美元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苹果X系列手机在澳洲的这个销售起价是1580几美澳元 那这个价格呢 几乎就等于现在已经打完折的三星S8的两倍 那我觉得呢 个人觉得他们的硬件成本不会相差这么大 因此相比之下 苹果在每一台手机上的利润可以说是完全的暴利 那么以现在每个月几十万台的出货量来看 苹果将会从X系列手机上赢取上百亿美元的利润 这个利润转化在股市上完全就是我们一个可以选择的机会 当然了 这个GoMarkets呢 针对澳大利亚的客户呢 将会近期也会推出针对iPhone8以及iPhoneX系列的优惠活动 敬请大家关注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估值大盘 我们知道在今年年初 我们说到的是恒生指数和中国的A50 这两个指数走势现在也都非常不错 那么很多朋友们都是感叹 错过了这两个产品之后 现在呢 还有什么可以投 如果大家不幸错过了这两个产品的话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这个不管是欧美还是亚洲 价格都已经非常高 那我在前几周说到的两个产品我们可以考虑 一个是这个价格低 那就是澳洲指数 另一个涨势快 那很有可能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印度 那么从这个价格低澳洲指数来看呢 澳洲指数啊 作为发达国家中目前表现最差的一个 不是之一 长期目前依然是在5800点以下 但我个人觉得澳洲股指在未来的6到12个月中有很大的潜力 那其实嘛 我们知道嘛 你就算是他全班成绩最差 但是如果整一个班的实力上去了 跑在前面的人成绩都上了 你就算最差一个 按理说也不应该差到哪儿去吧 啊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澳大利亚呢 作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 再怎么着也不至于再拖后腿吧 啊 所以在欧美股市纷纷创出历史最高或者是十年最高之后 那么下一个是不是会轮到澳大利亚 让我们呢 拭目以待 那么从技术方面来说啊 三个澳洲指数可以考虑的进场点 咱们从最激进到最保守来排列 可以排列在5800点以上进场 5830点以上进场 或者最保守的一种方式就是6000点以上进场 这张图上呢 就是三大指数的进场点 我们可以看到澳洲指数呢 在这个价格大约是6044 但是今年的最高点大约就是6000点 所以我们说的5800 因为这个图呢 是日线头长期的 是十年左右 5800 5800和6000点 分别是今年的过去几个月来的次高点 因此呢 我们如果按照这个保守的估计 现在看到在6000点左右有两个头部 这两个头部一旦突破 那上面至少有这800至1000点的空间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澳大利亚指数的增长空间 接着再来说一下 你们看到是英镑对美元 今天也要着重说一下 英镑对美元在过去两天 目前是创出了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英镑也是今年我们重点再重点推荐的产品之一 另一个就是欧元 去年低了33% 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涨回来了20%左右 还有15%的空间 15%的空间 大家重点关注 现在英镑已经起飞 虽然不排除它会回测一次到两次 但是我非常坚定的是 英镑的长期一定是会上涨的 那最后大家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 今天晚上10点10点 这个30分美国的PPI数据 再到了凌晨的这个12点30分呢 是美国原油储量数据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